天赋就是你的灵性,是老天留在你心里的种子,人人皆有 对于没有发现自己天赋的人来说,如果能看懂这个视频 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天赋,否则避其一生难成其功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们身体对于外部物质世界的感受其实是由两套系统来负责 一套是大脑的思维系统,我们称之为意识 一套是心的思维系统,我们称之为心识 区分开了意识和心识这两套系统,你就基本找到了进入天赋的窄门 90%以上的人都是使用大脑来思考,也就是使用意识这套系统 而意识思考的原料来自于五官和身体感受 也就是眼耳鼻舌身 看到小姐姐,你就想谈恋爱 看到美食,你就想尝尝 看到别人干什么,你也想试试 这些都是由意识这套系统来完成 意识系统解决的是人的欲望问题 是因外部物质对身体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和行动 而心识则不然,心识不受外界的影响 心识存在于你意识的更深一层,也就是说浅意识 只有用心识感受世界,你才能发现天赋 而意识和心识又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存在 意识强则心识弱,意识弱则心识强 欲望明则天赋暗,天赋强则欲望弱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有天赋的人 欲望都很低,对物质生活要求都很少 比如北大数学系拿矿泉水和馒头的老师 这就是所谓的事欲深者,天机浅 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身体的欲望非常足,意识很强,物质欲旺盛 所以心识很弱,天赋很暗,很难发现 老子说,手弱约强 这个弱就是心识,也就是天赋 那么如何点亮自己的心识找到天赋呢 只有一个途径 减少意识系统的使用 降低欲望,天赋将自然显现 而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帮你 天赋在中庸被称之为成 成者自成,而道者自道也